有人说盆景的修剪打磨过程残忍 独特的造型是畸形 是属于虐待狂的艺术 我觉得这样的朋友是个局外人 没有亲自体验过盆景制作的整个流程 也就无法感受到其中的真谛 不了解盆景创作中蕴含的生命的意义 盆景的魅力除了精心打磨的过程外 从始至终贯彻者流入人生的大距离